接下来我们要带您品尝的是全台湾首创的臭豆腐香肠 台南有一家已经开了20多年的香肠店 有一天老板突然突发奇想 把用中药发酵的臭豆腐加入猪后腿肉灌到香肠里头 两吃的滋味吃起来又臭又香大受欢迎 最重要这个香肠呢热量比一般香肠少了一半 也因此连续三年入选了府城的十大半首领 一般人对香肠的传统印象就是烤着吃 不然就是包着吃 但是现在还有一种最新潮的吃法 哎哟别误会不是香肠本身有臭味啦 而是臭豆腐这回不达泡菜居然投入了香肠的怀抱 诞生了全台唯一的臭豆腐香肠 外红密白的不同结合 有臭豆腐的软嫩口感和独有气味 搭配香肠的香气与焦劲 热量甚至比一般香肠少了一半 跟一般的香肠不一样是它的口感不一样 一次吃觉得很特别 没想到臭豆腐可以包在香肠里面 开始是有点抗拒就臭豆腐怪怪的 可是吃下去还蛮特别的 就是臭豆腐的味道然后有点辣辣的 就觉得口感很不错 创意十足的香肠就位在台南孔药镇对面 开店已经二十多年 还曾经连续三年入选普城十大伴手礼 老板吴奇隆本来经营中医诊所 却因为太爱吃才决定转行卖香肠 当时我在做这个中医院的时候 我就想说看到一些患者 他们每次都要身体生了病然后去吃药 我就想说一个理念就是要把中药跟这个 因为跟这个猪肉结合在一起 然后让大家吃了以后身体会健康 2011年他到四川看见当地人在吃麻辣臭豆腐 因此他发奇想 既然决定要做 吴奇隆就要做到最好 连臭豆腐他都要用鸡蛋加中药亲自发酵 鸡蛋它跟那个中药结合在一起 它发酵出来了 那个氨基酸会比较高 对 是 就能力比较好 对 能力比较好 切成块状的臭豆腐 与20%的猪肉腿肉 还有朝天椒 鸡心椒来个大集合 看似简单 研究却耗费了老板将近三年入月的时间 里面现在它看起来很简单 这里面的调味超过15种 它的味道起来才会冻肚 才会好吃 因为这个臭豆腐它是软的东西 你要如何把它切嚼 然后能够灌到那个香肠里面跟肉的结合 而且一部分都不会破坏掉它的菱形 这是很困难的 为了让臭豆腐顺利的与香肠详情相爱 连灌肠馆的口径都要加大 隔着透明长衣还能看见嫩白的臭豆腐 上烤台前老板建议 香肠不要切刀或戳动 以免流失肉质哦 一口咬下同时有香肠的香香 又有麻辣臭豆腐的口感与辣筋 一尝两吃有趣极了 像我们家人只要送礼的时候我们都来这边买 它吃起来的时候就可以吃到豆腐的绵密口感 然后听说这边有泡菜 但是吃起来也好像有泡菜 仿佛就是辣辣的味道 对啊 就是超级好吃的 吴奇隆尝试新口味从来不怕失败 不断试验试吃直到成功 这股毅力连员工看了都害怕 他没看到我要灌香肠就会很怕 因为你习惯了两年 我炎外药山的时候是两年 你都吃 你都吃啊 吃完就做鸡鸡鸡 这个成功不可 就是这样弃而不舍的精神 让吴奇隆更敢放胆创新 热热吃的烤香肠 他偏要反其道而行 研发出全台唯一冰着吃的冷香肠 里头暗藏的玄机 就是延熏过的卤猪脚 就以前我们吃完在吃的时候 那个鸡脚洞啊 什么猪脚洞啊 我就把它弄成那个香肠 这样吃起来比较方便 把那个猪脚的那个骨头把它去掉 它就不要去啃那个骨头啦 吃得比较方便这样 精血六十公斤左右的猪脂 腿部肉质最有弹性 洗过热水澡后 还得浸泡再加了秘密武器的 十几种中药劳碌之力 用了将近三小时的猪脚 贴心经过拆骨剪碎 混合北港花生就能灌进香肠 但费工的还不止如此 猪脚香肠得先做过蒸汽浴 再以松木加红糖 烟熏出骨热香气 冰热过后猪脚香肠果然弹性十足 QQ的口感像软糖不含胶质 它的口感是冷的QQ的所以很特殊 所以这样吃起来的话也特别的不会油腻 非常的不错 创意香肠加上附近景点孔妙燃潮加持 很快的闯出了名号 甚至吸引许多人想加盟 但吴奇隆担心加盟无法顾到品质 宁愿稳扎稳打 自己默默耕耘 把心思拿来研发更多新口味 我后面还有很多产品都新的 已经快要出来了 肉干跟水果的结合 还有那个蛋碱方面 肉又做成蛋碱 别人有的我都我不兴趣去研发了 我就兴趣就有点挑战 喜欢挑战 对了 跟边做边点没有的 我喜欢这样 来到拥有三百多年历史的 府城台南 不只有古早味小吃西津 现在吴奇隆不怕做开山始祖 他要用美食出奇制胜 开出一片创意蓝海